新闻开始带您关心最新消息 昨天深夜在高雄新兴区 有一家超商的骑楼天花板 不明原因大面积崩塌下来 还扎到底下多部停放的机车 超商骑楼的天花板大面积崩塌 好几台机车被压着 电线裸露在外 现场一片狼藉 电源听到巨大声响吓坏了 好险没有客人 那时候刚好没有 你在里面会不会吓到 结果那时候突然外面很多声音 这起意外发生在六号 深夜十一点多 高雄新兴区中镇二路雨上一街口 一家连锁超商的骑楼天花板 不明原因崩塌 扎到骑楼下多台机车 上头还残留许多碎片 警方货报道场拉起封锁线 超商店长得知消息 也敢来查看 我跟里面里面就困了 人家里面里面 我们是一群人派人过来挂 看后期要这样来处理 所信当时超商外并没有民众 才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后续将通报总公司 进行维修处理 并调查了一清确切的事发原因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